在三天前 根據TVBS的民調 不同意一度超過 在核四條第十七案 不同意一度超過同意 那你會不會很擔心 我覺得 我努力過了 我不太擔心這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的有理智的台灣人 還是占多數 因為政府所講的有一些是恐嚇 恐懼這個方向 但是呢 各位可以看到 恐懼跟恐嚇 在某一個階段以後 他就會回歸到正常面 回歸到科學面 所以我覺得 我坦白講 我真的不擔心 有很多人在問我說 你假如輸了怎麼辦 我說我努力過了 但是我有一點 我一定要講一件事情 我會覺得不甘心 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不至公平的競爭 政府把所有核四該給人家看的地方 他都關掉了 不給人家看 而且唯一給人家看的是一個 就是說立委 開放給人家看 而且看的地方又不是說 又不是正常的一個地方 是一個管道間 比較擁擠的一個地方 是他用一個 就是說有計畫性的給人家看 所以我比較不能釋懷的就是說 不能讓人民有一個真正看的地方 然後人民做一個非常適當的選擇 這是我比較不能接受的一個地方 但是呢 無論如何 公投的結果 我們還是要接受 我們還是要去尊重他 聽說昨天廠長有去自由廣場跟世修哥碰面 那碰面的時候你們有聊什麼嗎 就是關於這次公投你們有什麼 就是對於這次結果 除了廠長覺得不擔心 那世修哥的看法是從廠長的變成 世修他也覺得不擔心 他也覺得樂觀 要努力 那因為我昨天為什麼去看他呢 因為在看他以前的幾天 我都到屏東 高雄 台南 甚至前一天在斗南 去怎麼接獎 廟侯獎 廣場獎 我講給基層的民眾聽 何能 何事為什麼要啟動 那我沒有 真的沒有時間去找他 那昨天有一個空檔 我就覺得我身為一個何事長的廠長 我應該去向他致意 因為核市場的啟動 他來發起的 那我們其實很多員工 退休的也好 再職的也好 他們都盼讓核市場重啟 核市場重啟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說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在台灣的核能史上 或是台灣的發電史上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核市場重啟不是榮譽 但是也沒有困難到說 絕對不可能 這是我們所有工程師要接受的挑戰 那其實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正反雙方 同意和不同意在針對核市公投都有看法 那有些同意方是覺得 給他一個機會驗證看看 那如果真的驗證不過沒有重啟 那廠長覺得怎麼樣 因為我事實上講我已經驗證過了 那我非常贊成在重慶驗證一次 甚至於找國際的團體來驗證都可以 都可以 因為真金不怕火鍊 只怕你不試貨 趕快去蓋讓核市重啟 讓國際來驗證它 假如國際驗證它 覺得是可以的話 我們就用嘛 很簡單嘛 對不對 政府不要再怕了嘛 其實我們也是在幫政府做解號 因為台積電要設廠 請問電從哪裡來 台積電設一個廠 它怎麼不可能在 禁止它設第二個廠嗎 那還有一個很多的高科技要回來 請問電從哪裡來 核市重啟是幫政府 做一個很漂亮的解號 政府應該要了解這一點 政府應該要了解!!! 避免 是 什么 你 有 某 哪 無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